感謝各位觀眾朋友 除了熬夜看氏族之外 同時也鎖定本節目 本節目競爭非常之激烈 因為每個禮拜都會有很多變化 許多大家熟悉的衛冕者 很可能轉瞬之間就被淘汰 馬上為大家介紹 目前我們五位衛冕者 首先是我們非常漂亮的姑娘 參加過選美的又希 還有也很漂亮的 也是模特兒感覺的 恭喜韋琪 持續的衛冕 接下來還有這位就是上個禮拜 一來就拿下了最高分 歡迎顏美 接下來是男生的部分 有兩位衛冕者 歡迎盛文 還有最坎坷的 曾經來過這裡然後就淘汰 然後復活又被淘汰 然後被救回 終於現在成為衛冕者 恭喜一軒 接下來我們要看看 我們五位最嚴厲的判官 麻煩我們請評審長小燕傑 看到他們的歌手就想到上個禮拜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多人都不見了 然後全部都換血了 對不對 差不多了 對 好 那當然因為是 好 寬女老師回來了 好 寬女老師回來了 好 好 好 有很多意見 當然也少不了我們阿茂老師 領軍的Superman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K歌合作賽 我們兩位選手回娘家 來 才子范陽景 還有可愛的施涵 好 我們來看看今天來合作賽的這位 真的是你們的福氣 因為在歌壇他創造了好多好多無數的K歌經典 最近又有新專輯推出了 我們來歡迎一下我們的來賓 先通過VCR再次認識我們今天的嘉賓 K歌之王 全新內容 兩位畢業生將個別與八片歌手合作標歌 進行對抗 本週要與畢業生合作的歌手是 人氣K歌天后 郭靖 2007年首張專輯 我不想忘記你 出世提升就大受歡迎 2008年下一個天亮 更是盼上人氣巔峰 他的作品接連登上 K歌排行榜冠軍 可說是黃語歌壇超人氣暢銷歌手 今天兩位畢業生 與郭靖的合唱對決 誰能完美演出 獲得300位觀眾評審的認同呢 好 讓我們一位來賓 歡迎郭靖小姐 謝謝 好瘦喔 好瘦喔 好正 好正 嗨 嗨 嗨嗨 郭靖小姐 你知道了 剛剛黃子嬌就在聽你的歌 是 謝謝嬌哥 嗨 好久不見 你知道在另外一個空間這樣 感覺看不到他有點奇怪 有點奇怪嗎 有一點點 他看得到你喔 而且要另外一個空間 好像一娘兩格一樣 有 真的看得到 這張新的專輯 叫什麼 叫做艷遇 就是對 希望大家可以在人生當中 遇到美好的人事物 然後包括我這一次算是一個 全新的出發 有新的造型 新的曲風 也希望大家有一個聽覺上面的艷遇 來 你要拿一個這個板子上去 對齁 我有活動要選 好 好 來 說一下 對 我這個專輯是6月26號正式發行 然後在7月13號台北的西門紅樓前廣場 有我的簽唱會 然後在7月25號 Lexy有我的這個都市女生的演唱會 希望大家可以來購票 那詳細的資訊請上福茂的官方網站 還有郭靖克里爾的粉絲專頁 粉絲專頁 謝謝 好 兩位請到台上來 詩涵跟楊錦 好 好 來 詩涵是代表紅 對對不對 紅色的牌子對不對 對 楊錦 認識郭靖嗎 不認識 今天第一次 認識了 不是 知道 但是沒有認識對不對 對 今天詩涵 郭靖跟詩涵 先要唱什麼歌呢 哦 我們唱什麼歌呢 下一個天亮 下一個天亮 哇 好聽來 請開始 恭喜 有些故事 不必说给 每个人听 十顿眼睛 看得太浅太近 错过我没被看见 那个自己 用艰难的言语 解开憔悴的心 有些情绪是该说给 等的人听 你的热泪 比我激动联系 我发誓要更努力 更有勇气 等下一个天亮 取上自己 双伤花 那你算不好吗 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 你的肩膀是我豁达的天堂 等下一个天亮 把头拍我看海的照片 送我号码 我喜欢我飞舞的头发 河飘着雨还是眺望的阳光 时间可以抹去我的棱角 有些坚持却永远抹不掉 情绒是我 小小的骄傲 因为有你这样的依靠 等下一个天亮 取上自己 双伤花 那你算不好吗 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 你的肩膀是我豁达的天堂 等下一个天亮 把头拍我看海的照片 送我好吗 我喜欢我黑路的头发 河飘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 我喜欢我飞舞的头发 河飘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 谢谢 看两个漂亮的女孩唱歌 真是一个享受 来 诗涵请休息一下 谢谢 谢谢 下一个天亮 那接下来杨锦跟郭静也会唱什么歌呢 是 心强 你会害怕跟郭静也会唱 不会啊 会 会 对不对 不会 你认识吗 认识 不是刚刚的媒体吗 鬼打枪 对 好 我们接下来听听杨锦 让郭静唱的新唱 不太会了解 一个人 眺望碧海和蓝天 在心里面 那么会就淡一些 海豚从眼前飞远 我看见了最阳光的笑脸 好时光都该被宝贝 因为有限 朝中黑的味窗 差不多 背面 云霖 este 所以 踩 影 第一次遇见阴天 遮住你苍脸 有什么不是好想了解 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 你的心有一道桥 但我发现一扇窗 露出一丝暖暖的微光 就算你有一道桥 我的爱会盘上床太深放 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 我试着不去担心的太远 无计划太多分而能永远冒险 夫妇的过每一天 快乐的看每一天 第一次遇见阴天 最处理侧脸 有什么不是好想了解 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 你的心有一道桥 但我发现一扇窗 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 就算你有一道桥 我的爱会盘上床太深放 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 你会看到悲伤融化 你会问到幸福晴朗的芬芳 你会问到幸福晴朗的芬芳 好 郭静你要不要说说跟诗涵的合唱 跟杨景的合唱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跟诗涵合唱我也是蛮紧张的 因为 对 因为我就是要唱一些比较和声的部分 所以是我平常比较不拿手的 然后这次因为有一些分配 然后就很怕拖他下水 对对对 但我觉得这是很开心 就他也很认真 我们就有讨论一些和音的部分 然后所以我觉得今天表现得很好 诗涵 那杨景呢 杨景的话这个就是 那个不认识的人 对 就是不认识的人 陌生人 对 他变了一个比较轻松 开心 舒适的一个版本 所以我觉得很特别 中间还加了一个 这种东西 我会觉得一听我就觉得好特别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蛮有音乐才华的 很棒的一个青年 青年 青年 对 然后也给予这个 这首歌新墙有一种不同的版本 好 来 这个当中就要请三百五官的来决定 他们喜欢你跟诗涵的合作 还是跟杨景的合作 黄紫娇 好 谢谢 非常的感动 这个郭靖已经这么优秀的歌手 还愿意担任这个 我们新朋友的合音 真是委屈您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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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欢 表姐表姐 服帽表姐 我很喜欢 是 是 是 服帽一姐这个当之无愧 因为范范受伤了嘛 这段时间就靠你称服帽了 听说是你把他推的嘛 是不是 是我推的 是我推的 认了就好 来 K歌合作赛 一万元的奖金 红队呢就是诗涵跟郭靖了 白队呢就是杨景跟郭靖 二选一 三 二 一 请筹票 好 今天看看 郭靖是帮诗涵还是帮杨景 拿到这个一万元的奖金啊 所以呢 这个郭靖呢 你们如果拿到奖金的话 郭靖的签唱会啊 Legacy啊 你们都要去看哦 一定 一定 不拿奖金也要来啊 对 不要那么现实嘛 对 好 我们来看看 投票的番秀是